众所幼周知 飞车暴走族一直都是九筒的必备皮肤 虽然手感什么的也还不错 但其爆火的真正原因其实是一个皮肤bug 没错 飞车暴走族的W可以掩盖九筒其他技能的起手动作 无论是Q或者是R 甚至是E 这个皮肤特性让飞车暴走族成为了赛场禁用皮肤 但是在前几天的14.6版本 设计是偷偷摸摸的修复了这个存在十年的bug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 传递官方说的是修复了九筒W的动画覆盖 国服官网则变成了修复九筒E的动画覆盖 其实修是应该的 只有九筒玩家才知道W隐藏抬手动作有多么的出其不意 不过你修也不修全 现在的W依旧可以隐藏E的动作 与其类似的还有冠军皮肤Fenetic皇子 这款皮肤在早期有着极度丝滑的EQ连招 可以说是完全看不到皇子E的抬手动作 直接就巨龙撞击冲了过来 如此赖皮的皮肤在职业赛场上就只有金用的份 于是在13.8版本 官方终于出手 成功将隐藏E修复 满打满算 这个bug也存在了九年之久 这么看上去 全都的效率还真是挺快的